嗨,伊甸园的好朋友,大家好 南下了十幾天 今天終於能夠到新的伊甸园園區 來看看這一些種下去的果樹之災 雖然前幾天我看老弟他也有來 但是他來的時候他拍的是局部 我自己還是想要親自來走一趟 所以現在的時間,陽光非常的漂亮 照在這樣子,左右兩邊都是花生田,花生土豆 那我們現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我們伊甸园園的新園區 那不知道前幾天的颱風警報 雖然沒有直接侵襲到雲林縣 就是沒有大風大雨 但是我不知道狀況實在怎麼樣 那各位就跟著我的鏡頭一起 我們來巡視一下伊甸园園新園區的這十二顆的子災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下午的五點了 今天的陽光非常的好 陽光非常的好 到五點的話,陽光還是 就是 感覺還很明亮 所以難得超棒的好天氣 哇,看到了這些植栽 那我們就一顆一顆來看看吧 好,首先各位看到的這是石森苗的黃金果 那從這個苗的大小我可以分辨的出來 這一顆 這一顆是石森的那個東蜜的黃金果 石森 然後再來這一邊跟他一樣 相對位置的這一顆也是石森的黃金果 但是他的來源這我就不確定了 不太確定 不知道是台東還是我們定國兄 總而言之石森果 好,那這一顆 接下來的這一顆是 架接過的芒果 架接過的芒果 不錯,我們的資助都發揮了他的作用 目前直栽的狀況 還有他的枝條發育相當的不錯 好,那這一顆是架接失敗的芒果 但是四個分芽 老弟有想法 他想要分別在長大之後 架接看似架接四個品種 這是一個很理想化的狀態 但實際上到最後會怎麼樣的話 到時候再說 接下來這一顆是新成員 前幾天剛種下去的B型花的酪梨 那這裡是B型花酪梨 你就知道了 往前看那一顆是A型花酪梨 往右看那一顆也是A型花酪梨 那右邊的這一顆就是A型花的 這一顆就是A型花的哈斯酪梨 這一顆是哈斯酪梨 然後是我們吳醫師贈送的哈 好,那再往南A型花當然就搭配了B型花 這是這一顆是我嫁接的 應該是用亞接哈 亞接的B型花的酪梨 B型花,確定花形 因為他今年出過一次任務 他到我們另一個園區去做授粉的工作 那再回來這一顆就是我們伊甸園 第一園區裡面那一顆青皮的 青皮的A型花的不變色的 後手不變色啦 我覺得他疑似啦 疑似中普青皮 但是是不是的話 可能要行家來鑑定才知道 我是業餘的 我只是這樣子判斷 那很高興的喔 各位看喔 這個我要特別拍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已經開始萌發新娘囉 新娘 喔 很高興喔 你看 對不對 這一層的新娘 所以 我還是講 果樹植栽 地質才是王道 盆植是因為能夠就近照顧 再來沒有地可以種 所以盆植它不是最好的選項 有合適的地方地質 好,那接下來的這一顆 這一顆是我們的 有嫁接過的榴槤蜜 但是它長的不是很健康 然後我們之前說過了 能夠順利成長就順利成長 不行的話我們再做替換 反正橋接榴槤蜜蜜 菠蘿蜜 或是孟堅 橋接很容易過 OK 好,接下來這一顆 這一顆的來頭就不錯了 這一顆是泰皇的菠蘿蜜 泰皇 很多的果樹植栽 再加上泰皇兩個字 都表示它的品種 相當的值得期待 而且是菠蘿蜜 那再往南 往南的這一顆 就石森的菠蘿蜜 準備要來做橋接 橋接我們舅舅家的那一個 好吃的孟堅菠蘿蜜 然後再來左邊 左邊的這一顆也是石森苗 準備來做橋接的功能 好 那在旁邊這邊就看到了 哈 我們的一定的老弟 他種的這個 樹葡萄 那這個樹葡萄 有的是那種福岡大果樹葡萄的石森苗 他一邊種這個一邊期待 但是一邊也叫他 他說他當作是 餐桃餐味的那一種 就是 盆栽吧 隔離的一個盆栽 那這是茶花 也是他自己高壓繁殖的 那這個也是茶花 另外一個品種 好 那這一顆也是茶花 有三顆茶花 那這又是另外的一顆呢 一個樹葡萄 至於是沙巴樹葡萄還是福岡大果 這可能老弟才知道 好 那我們大概就來巡視一下 記錄一下 目前生長的狀況還不錯 那繼續加油吧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伊甸園的新園區 我們在這第一批次種下了12顆植栽的境況 拍攝這個季度影片 跟我們伊甸園的好朋友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